台中永遠王姓男子平常呢 他是在市場裡面擺胎 還斜更跑外送 不過這一天收攤之後 口袋裡面放著十二萬元的現金 他要把錢拿到銀行存起來 騎車過程鈔票全部都飛走 機車鎖到之處 大量鈔票從天而降 目擊民眾都看傻了 幸好呢 民眾都很任心幫忙撿錢 物歸免走 機車騎在路上鎖精之處 大把鈔票滿天飛 宛若財神爺降臨發錢了 換個角度加油站監視器拍下 一台機車經過後 路上大量鈔票隨風紛飛 店員看到還以為是在做夢 站在原地大傻眼 民眾騎車看到大把鈔票散落 愣了好幾秒 趕緊停車撿錢 但財神爺無辜降臨 這群人可是很老實 撿完錢馬上報警 三十四歲的王姓男子 平常上午在市場擺攤 還會斜槓跑外送 四號上午八點多收攤後 他把十二萬多的現金放在口袋 騎車準備存進銀行裡 結果騎到了台中北屯的 崇德路與青島路口 沒注意到鈔票全飛出口袋 等發現錢不見打到派出所提供機車 行車記錄器佐證 才順利領回十二萬多的辛苦錢 不過行車記錄器也意外揪出 他在路口闖紅燈 王姓男子要春籤 結果把錢全灑在了路上 好在這新民眾幫忙 路不適宜十二萬多回到手中 記者高率零紅機台中報導